人群傻妹的無厘頭邏輯 讓全場男性抓狂啦 因為每次上車也能跟自己說 腳要先收再關門 手都會先關 然後永遠都是往這裡 這不是糞 這個是免疫系統自立神明 是要 約會的時候他一接你 他在熱運期嘛 就很興奮 哦 是你耶 一衝出去就打開車門 也就上車了 但一上車才發現 你誰啊 最近我做IQ測試 我把一個手套擺過來 是不是可以完全正確地 穿到另一隻手裡頭了 可以喔 當然可以 最非必是我答對的 這是什麼樣的題目啊 我跟你說 手套穿過來真的可以嗎 沒有 要貼一張是不是 沒有 要貼一張 可以 他沒有投題目 金銀妹靠偏閃 男人就愛傻妹這幾招 貝皮 我們今天去看電影恐怖 好 要看電影啊 你要看Lucy喔 對 我想看Lucy 你怎麼 還好啊 去看Lucy喔 看什麼 Lucy 為什麼要看電影 我們都到回家嗎 妳說問題 妳是要按上去嗎 她這樣比較像重鞋 對 演了她像重鞋 被好兄弟 就是走路走到一半 然後突然被好兄弟附身 要簡單一按的時候呢 對不對 以前都只能拍到 就差不多這個光光了 按哪裡 按這裡 你的太大了 我們不知道按哪裡 太大了 太大了 天啊 在沒人家 這麼大 這什麼 這什麼 好可愛 當聽人的女孩 和聰明靈異的金銘妹 成為愛情上的對手 最適合誰 能夠順心吸引男人目光呢 我喜歡傻的女生 因為她們很天真 比較可愛 我比較喜歡 聰明的女生 因為比較不會 物理取鬧朋友 我們喜歡傻傻的女生 就是中間最高 我喜歡傻傻的女生 因為我覺得 笨笨的故意真是好 我比較喜歡 聰明的女生 因為吃飯的女生 需要花很多時間跟她溝通 我喜歡傻傻的女生 我比較喜歡 傻一點的女生 我最喜歡 聰明的女生 聰明的女生 根據我們的街頭百人調查發現 有82%的男人 對傻女孩情有途中 究竟傻女孩們 為什麼會讓男人難以抗拒呢 哎呀 傻傻有人愛齁 傻傻我們愛死 那是真傻裝傻 對我們男生來講 只要是可愛 我果然是裝傻還是真傻 我們都喜歡 真的啊 對啊 因為女生如果太聰明 我們男生就比較害怕 什麼樣的傻你會喜歡 就是 她當張大 當女生那個張大 無辜的眼神看著我們說 我不會 喔 那個瞬間就加分了 你看她那種是假的 這你也信嗎 這個不好嗎 真的嗎 我個人蠻喜歡這一類 真的啊 嗯 今天我們請到三位演藝圈 公認傻妹 別看她們一副呆頭呆腦的樣子 三位在人生中 可是有許多傻人有傻活的際遇喔 除此之外 我們的男人幫成員 阿布 和Lono 誰要來告訴你 小妹在男人心中 到底多有吸引力呢 好 講一個自己覺得自己做的 最聰明的事情好不好 重心理 我覺得 因為我是牡羊座的 我在我的姐妹套當中 她們假如是 沒有辦法做決定啊 選擇餐廳啊 那些事情 其實都是由我來做決定耶 我們可以先知道 妳的姐妹套是誰嗎 好想知道喔 對不對 許小可啊 Oh my God 謝忻啊 都很聰明的啊 都是阿呆吧 謝忻很呆啊 對啊 怎麼可以這樣 這個名單你們三個是拍電影的吧 三個傻瓜嘛 你對 對 對 好 那我們再來問一下林淇薇 最近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懷疑 可能其實 我是個 非常非常聰明 或者是天才級的人物 哎呦 懷疑而已啦 我做了一個 IQ測試 然後呢 這個測試是我先生 他轉給我的 他轉給我的時候 非常得意 他說 我跟你說 Baby我跟你說 我只錯了一題喔 然後整個做測試的過程當中 我一直手心冒汗 然後一直在那邊 算啊算啊算啊 我說天啊 我不行 我沒有辦法 我就轉頭跟他說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我沒辦法 然後最後按結果 我只錯一題 我覺得這個故事 所以妳是要跟我們說 妳的老公跟你一樣 一樣傻 這天真嗎 所以 沒有 就是可能說 其實我比他想像的還要聰明 還是那個測驗 基本上都是錯一題 所以平常妳是裝傻 呃 沒有 我是覺得很多時候我是真傻 但是可能就是有一些 像生活上啊或是什麼事件 會讓他覺得說我是很笨 因為我也懷疑說這樣的測驗 到底會測出什麼樣的一個IQ的正確性 OK我唯一錯的那一題呢 這個題目是這樣子的 好 咖啡之於杯子 那蛋糕是之於叉子還是盤子 盤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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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咖啡是用咖啡杯來喝啊 我的邏輯 可是咖啡是用咖啡杯來喝啊 不是喝啊 也是喔 OK 那我先生錯的那一題呢 是如果把一個手套 反過來 是不是可以完全正確的穿到另一隻手裡頭 可以啊 不行吧 可以啊 可以啊 當然可以啊 所以這一題是我答對了 他答錯了 這是什麼亂題目啊 我跟你說 我告訴各位 我基本上我覺得他相信他很測驗 他就是有點傻了 網路上這種測驗這麼多 哪一個真的準的 等一下 手套穿過來真的可以嗎 美人姐他可以一張是不是 美人姐對 可以 可以 他沒有聽懂題目 美人姐他很簡單的邏輯 他就是手套嘛對不對 你這個手 然後反過來的時候 他不是剛好戴上去嗎 對喔 他邏輯都這樣很簡單 對 不是說這樣子反過來 他是反過來 那這個叫顛倒 這個叫反過來 要不要再一張啊 美人姐怎麼會反過來 這個不行啦 這網路上太多這種 張艾亞妳呢 我覺得因為我自認我 除了小活上的事情 以外我都很聰明 就是因為 先給他三張啦 等一下啦 先讓我講完 然後我生活上 為什麼我覺得自己是聰 就從不聰明 變成現在反而有點聰明 是因為我發現一件事 就是我之前因為我住比較 那個偏遠就有住淡水 然後我爸媽都很少讓我出到台北 所以我對東區啊 或什麼西門町的路 我都很不熟 可是我後來搬來台北之後 就開始學會看導航 所以我現在已經可以看著導航 然後在東區的那個 就是大條的路 就是知道忠孝東路 然後再來是市民大道 然後忠孝仁愛嘛 信義好 這種東西沒有人在看導航 我說張艾亞妳的聰明事實 應該是很多人 都能做到的一般行為 傻中之霸名號 可說當之無愧啦 不過這些演藝圈傻妹 似乎各有其傻 而她們又是屬於哪一種傻妹類型呢 講一下覺得自己的傻是哪一種類型 好不好 這有分 這有分 來 忠孝仪是生活加白目 我覺得我就是屬於那種生活很白痴的 比方說像在男女朋友交往期間 男生都會來你家樓下接你嘛 然後像你一出去就會看到 你男朋友永遠會停在那個位子 白色的車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 那就是你男朋友的位子啊 然後某一次約會的時候他會接你 你一下就是你一下去還在熱戀期嗎 你就會很興奮這樣 是你耶 你一衝出去就打開車門 也就上車了 但一上車才發現 你誰啊 就你誰 你誰啊 幹嘛在我男朋友的車上啊 而且你為什麼可以 而且你為什麼可以停我男朋友的位子 這個應該是 這都還好啦 這常發生啦 我還遇過那個上錯車更誇張的咧 就有一次就是要去載朋友 然後呢 我在那邊等他 然後 他上錯的那台車是跟我一樣的車嘛 結果我就在後面看著他 然後我沒有敲他 因為他正要去開門了你知道 後來他開了門之後 發現不對 前座有人 他就不好意思 然後跑到後座把門打開 再坐上去 他以為我帶朋友啦 超扯的 超扯的耶 很誇張耶 我們是同一類的人耶 偶爾會啦 可是 你不知道你男朋友會老公的車牌嗎 可是 其實他們停啊 你就不會認真去看車牌 所以你都永遠不知道他的車牌 我永遠不記得車牌 可是也還好 那這樣威脅呢 如果在妹在路上 他看到 如果你不知道車牌的話 對 他就算載女生看到你 他開過去你也不知道 那我今天回去要記車牌了 看車牌啊 我說 因為我覺得這個還好 是嗎 我比較 什麼 就是有可能會一樣吧 我跟他說車牌不一樣 他說是嗎 不是啦 你們以為車牌都一樣嗎 車牌有一樣嗎 後面四個數字可能一樣啊 但是前面會不一樣 前面會不一樣 對啊 那如果這台車報銷了 就這個車 車牌有可能號碼一樣嗎 會啊 會啊 可以啊 所以才要用英文字母啊 對啊 因為你 切切切 兩個都切 切切 切切 切切切 切切切 美人姐 比如說四個號碼 他最大錢是 9999號對不對 那如果一萬輛車 那另外一輛車怎麼辦呢 就用英文就變了 他要從0001開始 那前面可能本來是AB 他就變AC 然後001 他就放在這邊 我真的不知道耶 應該這樣子 不知道啦 我們都原來嘗試耶 我不知道耶 林奇惟是全部都傻嘛 對 因為什麼都傻 因為最近生了寶寶嘛 那照顧寶寶寶上 有發生一些 就是好玩的事情 你最怕就是寶寶睡著的時候 他整個會翻過來 就是臉朝下 對 我有一次就把他放在床上 然後去廚房洗個杯子回來 我看到他整個 頭是這樣悶著 拼著 我說啊 尖叫 然後我先生也從那個客廳衝進來 我立刻把Baby抱起來 然後Baby就一副被吵醒的樣子 手腳會動 我說 Baby 你還活著嗎 你這樣 對 我還繼續看他的呼吸 然後我先生就說 他手腳還動 你還要 他手腳還動 你還測他的呼吸 那些小事 太緊張了 真的太緊張 那個時候你知道 剛婚變 離完婚 精神也不是很好 然後呢 心不在焉 是不是 對 就是把那個靈魂啊 心啊 再慢慢收回來的時候 然後呢 因為過年吃得很油膩 然後我就想說 哎呀 大年初三嘛 我應該來煮一個蔬菜湯 對不對 蔬菜湯基本材料就是 番茄 洋蔥 玉米嘛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我那天突發奇想 就想說我拿刀 剁刀來剁玉米吧 對不對 然後我就把它拿起來 一剁 嗯 果然很好剁 OK 那玉米不是越剁越短嗎 對 然後最後一節我就扶著嘛 OK 好 然後我就給它 剁下去 哎唷 一剁下去之後呢 我就知道我剁到手了 可是坦白講 那一剎那 我就握起來 可是那一剎那之間呢 我不知道我剁到 哪一支 哪一支 對 因為剛剁下去是沒有感覺 可是誰知道你多得到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250 你知道我多250 我又不是燙傷 對 幹嘛沖泊泡蓋送 你還沖水 然後呢就叫 水越流越多對不對 對 然後呢就是拿冰塊有沒有 那個碗裡面還裝水 然後就怎樣冰 一冰不冰還好 一冰呢 那整碗 整碗那個冰塊水 全部變血水 喔 對 事實上應該要趕快按住 不要去動它 可是因為在廚房 我就擔心有細菌干擾這樣 手舉高 然後就是 要舉高我忘記了 然後就縫了六針 嗯 好嚴重耶 好嚴重耶 人就是會有時候 可是我們這 這不是常態啊 可是我們偶爾會這樣 我們就會 這個是意思的閃身啊 這個不在意 這個不在意 在啊 你的生活白是什麼 內衣 對 就是 那個我之前高中的時候 沒穿是不是 對 我很常沒穿 那故意的啦 那故意 高中的時候已經 已經發育了嘛 然後可是我是到很晚才發現 因為 就我們學校的那個 的襯衫 我都是選比較大件的 因為不想 高中以前都不想要 讓人家發現 你太瘋了 或什麼 所以我的襯衫很浪 所以其實正面看 看不太出來 因為有直條線 看不出來你沒有穿內衣這樣 然後是直到 因為可能一整天夏天 到下午的時候已經流汗 汗流甲背 然後已經濕到貼在背上的時候 我同學就說 你今天是沒有穿東西嗎 為什麼沒有內槓 然後我就是要摸半天 然後才發現 我沒有穿內衣耶 可是那時候已經要放學了 故意的 沒有 可是後面講完 後面講完就知道 故意的 對 然後後面是因為我當天要去 然後還拿冰桶您自己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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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有吃的newbrow 不 不過美人姐你看好近喔 你看 不摸的啊 所以 可以摸啊 你高中就這麼多喔 沒有 高中就比這個小一點點 這麼多 然後可是我後面 這樣有多少 現在差不多 美人姐 這樣差不多 快兩斤啦 這樣有多少 妳在買菜喔 這樣有多少 但是我後來 真的不是故意的原因是 我下午要去約會 我就先回家 穿內衣才去約會 因為那是我沒有預料之中的事情 但我發生超多次 然後都是沒有穿內衣 可是 我也沒有感覺 他很晃或什麼的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可能太舒服 舒服吧 不想被舒服著 就是不太舒服 所以我才不穿 這個 這個男生來講 不會覺得他是傻或笨 我不是故意的啦